你有看過這麼大的瀑布嗎? 從來沒看過對不對? 你有想幹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从拍摄到后置剪辑 对我个人来说都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这个拍摄全程都是使用Sony A1来做拍摄 所以这支片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使用Sony A1拍摄8K影片的心得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竞争片 我们在录制8K影片之前第一个要留意的 就是你的记忆卡的存取速度 必须要达到这个8K影片的最低存取限制 那这次我使用的是金士顿的SD卡 它是V90的等级 它就可以达到这个录制8K影片的最低存取限制 那当然A1它本身是双槽的设计 它也可以另外使用这个CF Express的记忆卡 那你可以看你的需求来做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使用者 CF Express的记忆卡它本身是有更快的存取速度 并且它有更好的稳定性 那针对一般的业余用户来讲 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的钱在记忆卡上面 或许你就可以考虑SD V90 规格以上的记忆卡 那当然你如果没有达到V90以上的基本规格呢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启这个8K錄音的选项 另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的记忆卡容量 像我这次使用的是一张128G的记忆卡 在开启8K 30P 420 10bit 400M的选项呢 我可以录制的时间大概是41分钟 然后再来是一个电池的续航力 电池呢一颗FZ100也差不多就是一个128G可能的录制时间 大概30-40分钟的电池续航力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要录制一个大概40分钟的影片呢 我就会建议你至少要有两颗FZ100的电池来做使用 这样可能会比较刚好一点 如果只有一颗呢可能就会有点紧 会不太够用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8K影片的画质表现 像这次使用Sony A1对我来讲呢 它可能就是我用过这么多的相机 可能是在影片的细腻度表现最好的一台机器 那当然前提是我也还没用过EOS R5 所以两舌没有办法去做相比较 那单从A1来看呢 对我来讲我已经觉得它的细腻度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拍摄的画面比如说1秒30格 去截取单张画面下来都可以当作一个相片来做使用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还有很多人都会好奇你拍摄8K影片 它的自动对焦速度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比如说会容易遇到撕焦或是迷焦的问题 那在我使用下来呢 我是没有遇到这两个问题 还有就是它的对焦速度跟在拍照呢 感觉上并没有大太明显差异 都是非常的迅速 在影片的色彩风格选择上面呢 这次A1它跟A713同时都新增了PP11 S-Thinning Tone 那这一个色彩风格呢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拍摄直出的影片 它直接拍出来的影片我觉得 对我个人来讲 它的色彩表现就已经觉得非常好了 不太需要做太多的后置调整 那在没有这个风格档出现之前 我之前最常用的Sony影片风格档 我会使用S-Log2或S-Log3 再来做这个影像的后置调整 但这一次用A1呢 因为多了PP11 我觉得它可以直接用直出来做使用 都非常的适合 刚刚前面讲的大部分是说到 有关于A1 录8K影片的一些优点、好处 那你可能会想问我说 那觉神难道你都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吗 当然有啊 比如说你今天用A1拍摄一个大概20秒的短片 那你可能生成的档案大小呢 大概就是1GB 所以说128GB的那个记忆卡 它大概41分钟就会录完了 那代表什么 你的储存设备要非常的大 比如说你可能就要随时要有一个 可能5TB以上的硬碟 那长期才能够去做一个备用 而且你还要不断的去填勾 因为大概可能几个月 这个5TB的硬碟就会满 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蛮多人会好奇的 过热的问题 那其实过热的问题呢 我在这个拍摄上面其实 对我本身的拍摄习惯来讲 影响并没有太大 不过我特别注意到一个重点 就是在这个Menu的设定里面 它其实是有一个温度计的开关 那你在标准状况之下呢 其实大概在5到10分钟的录影呢 它就会开始提醒你说 这个温度有点高了 它甚至会强制帮你把这个相机给关机 那如果你要超过这个时间呢 你就要把这个标准变成高 调到高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录 我实际测试下来 我在室内 有开冷气状况下 录制这个8K影片呢 它是完全都没有简短 而且它的时间 超过30分钟以上 所以如果是这个128G的机器卡 我猜它也是可以在室内 直接把它录满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过热期实际上 对你在拍摄上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说你记得在这个 拍摄的设定上面 一定要去把它设好 然后我最后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麻烦 就是在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呢 我的电脑设备 我大为分享一下 我用的是这个i9的9900K 然后再搭配这个 那个2070S 还有加上我的DRAM是64GB 那在这样的规格下呢 我要剪8K影片 它是完全剪不动的 就是我只要把档案丢到这个 时间轴里面去呢 稍微拖拉一下 这个整个影像 就完全没办法动作 所以你要剪8K影片 像我这样的配备呢 我只能再去靠代理去做转档 那代理转档之后 再来做剪辑 那只是说前面就要大概花 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是等待这个转档时间完成 就可以顺畅的剪辑影片这样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拍摄8K影片的 心得分享 那关于A1其他的规格相关的评测呢 我会把它留到下一支影片 再来跟大家慢慢的做介绍 好那今天的影片介绍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相机王YouTube频道 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 正在考虑购买 专业无反相机的朋友们参考 我是Jason 我们下期见拜拜